大家好,今天要直播分享的是CIVIC酒袋 大家來看一下今天是白色的 這台也是酒袋 然後今天安裝的也是白色的 也是CIVIC酒袋 那這台車比較特別的是原來就很剛好 本來裝的也是CIVIC的避震器 那可能壽命也差不多了 所以車友剛剛試乘了我們酒袋公司的試乘車之後 就決定要安裝 那它的改裝的周邊可能鋁圈輪胎比較特別 是18吋的2254018的標準 18吋的標準規格 其餘的話都還是維持原廠的設定 所以今天的車高設定的話 後面會稍微低一點點 後面差不多是1指幅左右 前面的話呢 會做大概2指幅左右 所以跟車主原來裝的品牌的車高呢 是差不多 所以車高也沒有算要特別降很低 那這些的細節 酒袋的細節呢 再跟大家稍微做介紹一下 那離載串的部分呢 KT的設定就不用再換離載串了 所以沿用原廠的長度規格就可以了 酒袋的離載串 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酒袋的離載串呢 他原廠的呢 是有分左右邊的 這個車友 如果酒袋的車主的話 如果有離載串 有故障要換的時候 特別注意 有分左右邊 這個都還是原廠的 油管固定位置的固定扣具 然後ABS的固定扣具的位置 這個都是仿造原廠的位置 這個就是車高調整的部分 那這一台呢 我們前面的 前面是配置的7公斤 然後兩百長7公斤 看一下上座 上座的話在這裡 上座的部分主尼調整呢 這裡本來酒袋的話很方便 八代也一樣 有一個維修孔 維修孔打開之後呢 就能做阻尼的調整 那阻尼的話呢 順時針 往順時針的方向 這裡有一個H 順時針的話呢 就是變硬 逆時針呢 就是變軟 所以阻尼的調整呢 就是在這個地方 那八代酒袋 有一個特別的地方就是啊 這個上座 它是在原廠的下方 所以上座呢 建議車友如果有洗車 或者是雨後啊 這個地方呢 要特別再做一下保養 主尼的調整 八代酒袋都很方便 這個維修孔打開 就能做調整 阿先生在待會兒 待會兒的時候 他這個很高先生的 你把他 直接把它噴一下 保護器 所以這個八代酒袋呢 在安裝的時候 要特別 細心的地方 就是上座的話 建議啦 要做一下防鏽 這是一五年的九代 一五年的九代 那主尼有的部分 還有一些用料的部分 像剛剛的上座軸承呢 這個上座軸承 我們裡面的軸承使用的話呢 就是日本的第一品牌 KOYO的軸承 然後裡面的主尼有呢 避震器裡面的最主要的主尼有呢 我們用的是義大利IP的主尼有 然後還有裡面的油封 是用日本NOK的油封 用料的話呢 都是一時之選 那剛好啦 我們台北 台北還有台中呢 九代的車友 都有熟識的可以當市場車友 所以如果你是開九代的話呢 這個是九代的前 這個是後面 後面的話呢 彈簧跟便器分開了 這是前面上座的部分 後面上座後面的話呢 防塵套齁是做全照式的防塵套 然後 HILOKEY的話是做在這個地方 從這個地方做調整車高 那九代最常遇到 車主有安裝上的食物 通常都是統身調的太短 統身調太短之後 彈簧就預載過多 就一定不好做齁 所以這個是九代在安裝的時候 要請技師呢 特別特別注意的地方 那九代的後面彈簧上部跟下部啊 原廠其實還有一個橡皮 那我們的話呢 都不用用了 就直接拆下來 就可以 就可以 裝上我們家的HILOKEY 這個這個零件呢 就是原廠的下面的橡皮 彈簧下方的橡皮 這是彈簧下方 原廠橡皮 這個都不用使用了 這是每一間的設計不一樣啦 那這樣的設計有一個好處就是 呃 要改裝電源器的時候啊 就換上KT齁 我們就都有附了 不用煩惱 原廠的東西在不在 或者是東西狀況好不好 那九代跟八代 有一個地方要跟大家特別介紹的就是 這個楊角啊 原廠是不能調整的 那如果車友們的車高呢 有要降低於兩指幅的話 其實的齁 就會建議啊 要上楊角調整器 會把後輪的角度呢 做的比較正常一些 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台車 這台車齁 它的鋁圈的規格 是17的 那高度那個高度的話 大概相當低齁 高度的話大概只剩下半指幅左右 所以這一台呢 昨天在定位的時候啊 後輪因為沒有楊角調整器 所以它的Campbell的角度 就大概接近-3度左右 -3度的話呢 就有可能會有一個磁胎的現象 所以車友如果要降很低的話呢 就會建議要改 楊角調整器喔 那後面的阻尼調整的部分齁 在這個地方齁 這裡有一個飾板呢 把它掀開之後 阻尼調整呢 就可以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哇這裡可以看到電器的 電器的上方 這裡這裡就會看到齁 所以後面的話呢 阻尼調整呢 從這個飾板麻掀開之後 就可以做阻尼的調整 一樣順時鐘是變硬 逆時針呢 就是變軟齁 所以這個是後面阻尼調整 九代其實也還算蠻方便的了 那剛剛鏡頭帶到了試乘車齁 那有裝一支這個後箱的拉桿齁 那後箱的拉桿的話 我個人覺得會有異音啊 所以如果車友有裝這個的話 可能要參考一下車友們之間的意見齁 這是後面的部分齁 後面的懸吊部分 前面的話好像裝的差不多了 這邊快好了嗎 好了齁 就是右前右前也ok 所以要上拍了齁 前面的話呢 照路板是配置兩百長七公斤的彈簧 兩百長七公斤 車友的這部車的話 煞車的部分都還是有維持原廠的規格 這做一些基礎的像加大碟的基礎改裝齁 其實對煞車的力道就會比原廠好很多 這裡有一個HID水平的感應吊架 後面的話呢 我們配置的話 道路板的話也是配置七公斤 如果是經濟版的話呢 就會配置八到八點五公斤 會看車主要降低的幅度的需求 配的彈簧也不同 道路板的話呢 就是前期後期的設定 那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都有提供了這台車啊 CIVIC九代 一模一樣的車子呢 安裝KT的避震器呢 提供給大家試乘 所以很歡迎啊 大家如果對產品有興趣呢 常常有人會問我們KT的小編說 阿KT好不好做 其實 這樣其實不太準啦 因為我們老王賣瓜 當然會說 好做啦 所以 就會建議呢 大家來 歡迎呢 試乘看看 試乘看看 避震器呢 就是要多多吸 那車高的調整 前面車高的調整 就從這個地方 懸開之後呢 如果腳管呢 往下做調整 車高就會變高 往上做調整 它的長度就變短了 所以車高就會變低 所以這個是前面啊 車高調整的部分 好這裡 酒袋這裡也還有一個水平感應掉價 那前面跟後面都差不多OK了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準備上台了 上台的話 等一下就會再先做一下 試車 試車之後再做微調 現在的輪胎是裝PS4的2254018 所以等一下的軟硬度的話 會調大概在15段左右 是大概先這樣的阻尼段數呢 先來試車 這個車友的車布的很漂亮 好 線上的朋友 忘了打招呼 葉大俠你好 雷鳳你好 小豬你好 阿琳娜你好 對啊 阿琳娜你的也是酒袋的 這一台裝的也剛好是跟你一樣酒袋 然後也是 都是道路版的 跟你的話呢都是一樣的 所以你們要上台了齁 OK 可以了可以上台 阿琳娜如果北區的話呢 有車友要試乘的話 再麻煩你的車了齁 你的車改的也超帥的 也太巧了齁 因為剛好這一台車呢 跟這一台我們家的試乘車呢 都是原先的裝的品牌 都看好都是 也都是國產其他品牌 然後車主試乘之後 覺得還蠻OK的 蠻OK的 就有幫我們當試乘車之後 車主就決定要安鬆 我們家KT的避震器 小豬你說阿聖也在看喔 真的喔 那阿聖打個招呼囉 阿聖你好 瑋宏你好 這是直播的地點齁 這是在KT的台中的工廠啦 這是我們台中的工廠 那KT的話呢 北中南齁 我們都有 都有服務可以服務的據點齁 包含台東也有 然後花蓮 宜蘭都有 阿聖你好 阿聖 那個我們 馬來西亞的YouTube王 阿聖你好 謝謝收看我們的直播耶 所以這個九代的話呢 如果車友有需要做試乘 歡迎跟我們聯絡 我們台中的話呢 台北都有實際的試乘車可以試乘 不論是道路版 競技版 都可以歡迎來試乘看看 因為 其實大概啦 大概八九成的車友 比較適合的都是 道路版 那也有車友 他的需求比較特別 所以他的才是會選擇是競技版 阿聖你好 你是要我到馬來西亞 去幫你看避震器嗎 好喔好 我才剛從泰國回來耶 來這個是我們已經裝好了 所以我們準備上上台 然後等一下來做路試的喔 啊我知道阿聖你的是馬來西亞的美里 對不對 不曉得有沒有記錯 我們上台之後等一下會做一下路試的喔 對嘛齁 美里我沒記錯吧齁 美里我沒有去過耶 馬來西亞就有去過 但是美里沒有去過 不然我們再揪一團揪桶哥啦齁 阿小叔啊 然後到那個馬來西亞美里去拜訪阿聖好不好 哪會哪會馬來西亞很好玩耶 怎麼會沒有地方玩 你不要躲成這樣好不好 哈哈哈哈 OKOK好 那因為裝的差不多囉齁 所以呢 我們今天的直播大概到這裡 那如果車友對KT的避震器有興趣 真的啦齁 非常非常的誠摯 很歡迎大家來試乘 因為避震器 講那麼多用什麼料的話 其實有一說真的 對我來說都是廢話 真的就是試乘看看最客觀齁 所以很歡迎大家來試乘 那試乘呢 不滿意直接拍一拍屁股走人就好了齁 交個朋友走人就好了 所以 避震器呢 就是要多多試乘比較 歡迎大家來試乘看看囉齁 那今天的直播就大概到這裡 阿聖謝謝你喔齁 OKOK 那今天的直播就大概到這裡 謝謝大家囉齁 我們要去試車了 OK 掰掰